欢迎收看又是焦点新闻 我是肖元君 一起来关心今天11月18号星期五的重要新闻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领袖峰会 今天在秘鲁首都立马召开 包括欧巴马总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俄罗斯总统普廷等多国领袖 都出席峰会 而APEC的自由贸易协定 是否会在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有所改变 将会是大会的重点议题之一 拥有21个会员国与经济体的APEC峰会 从今天起一连举行三天 由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 对于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定TPP等 攸关自由贸易的协定 以及美国的亚太战略部署 都与奥巴马政府现行的政策 有非常巨大的差异 因此川普将会是本届大会的热门话题 川普曾经誓言遏止国际自由贸易 这对于占全球人口将近四成 全球经济将近六成的亚太地区来说 事关重大 奥巴马之前致力于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 但川普声称 奥巴马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是可怕的协议 表示将会予以废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以往一直强力推动TPP 昨天他特别造访川普 一般预期就是为了TPP等亚太议题 而外界也预期安倍会利用峰会的机会 设法联合与会各国的力量 一起向川普游说 此外 由于川普誓言对移民议题采取行动 并质疑美国的世界警察角色 使得日本和南韩等盟邦也担心 川普将会削减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军事经济和外交部署 使得日韩两国更面临中国大陆和北韩的进一步威胁 除了川普效应之外 中国一直在力推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 以及由东盟发起 包括中国在内却不含美国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是否将会使得中国在亚太地区取代美国 获得领导地位 也将是峰会当中关注的重要议题 总统当选人川普的新内阁人选陆续浮上台面 川普政权交接小组今天表示 川普将提名保守派联邦参议员 Jeff Sessions出任司法部长 而堪塞斯州联邦众议员Mike Pompeo 则将出掌中央情报局CIA Jeff Sessions现年69岁 出身阿拉巴马州 于1986年经雷根总统提名 担任阿拉巴马州联邦检察官 随后于1996年当选联邦参议员之后 加入司法委员会 他在总统大选期间 是共和党第一位加入川普阵营 担任川普竞选顾问的国会议员 Sessions立场保守 对于堕胎 移民改革 以及削减最低监禁刑旗等等 民主党的主要政见 都持反对的立场 政权交接小组成员表示 Sessions也曾经被川普团队考虑 是否可以担任国防部长 而被提名出任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的 堪萨斯州联邦参议员Mike Pompeo 现年52岁 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 与西点军校 曾经在陆军服役 退役之后曾经担任律师并且经商 Pompeo目前第三度连任联邦众议员 他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在调查2012年利比亚班加西大使馆 预袭案件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对时任国务卿的喜莱里·克林顿 有相当强烈的批评 中央情报局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 就不断进行重组 加强对于反恐 以及针对性的杀戮行动的情报搜集作业 现任局长John Brennan 从去年开始进行组织改造工作 如果参议院同意这项任命案的话 Mike Pompeo是否会延续Brennan的重组方案 也是外界关注的重点之一 而在稍早 交接团队也透露 将任命陆军退役中将Michael Flynn 出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Flynn曾任国防情报局的局长 他在美国处理全球事务和对抗 伊斯兰国的策略方面 与欧巴马政府的意见相佐 于2014年被欧巴马辞退 而对于众所瞩目的国务卿人选 有媒体报道指出 川普有意延览共和党 2012年总统候选人 前马州州长罗姆尼 另外也有消息透露 南卡州州长Niki Haley 也是热门人选之一 根据NBC新闻网报道 有消息人士透露 川普将在20号周日会晤罗姆尼 讨论这项人事安排 罗姆尼四年前出马参选的时候 曾经获得川普的支持 但在这一次总统大选初选的期间 罗姆尼曾经强烈地抨击川普 呼吁选民不要投票给川普 还公开指称川普是个骗子 但在川普胜选之后 罗姆尼曾经打电话给川普直喝 另外根据CNN和MSNBC的报道 川普也在考虑 由南卡罗兰亚州的州长Niki Haley 担任国务卿或其他的职务 Niki Haley现年44岁 是印度裔的第二代移民 也是南卡州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州长 她在总统大选初期支持Rubio 并与川普在若干的议题意见相左 但最终转变立场力挺川普 先前外界盛传前纽约市长 朱利安尼可能出任国务卿 但由于朱利安尼曾经替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游说 可能难以确保获得参议院的通过任命 中国神舟11号载人飞船 于北京时间18号下午2点左右 在内蒙古着陆 两名航天员稍后返回北京 创下了中国航天员 驻留太空时间的新记录 神舟11号返回舱 今天在内蒙古阿布古浪大草原的 驻着陆场外100公里降落 当地时间下午2点40分左右 两名航天员锦海鹏及陈东 分别用半躺的姿态 由4名医保人员抬出 身体状况良好 两人随即搭机前往北京航天城 接受进一步的医学检查及隔离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 王兆耀表示 两名航天员的身体状况良好 这次飞行任务成果丰硕 任务时间33天 齐公在太空停留时间长达30天 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在太空留住的记录 为航天员长期驻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航天员在太空期间 也进行了14项太空实验 基本上都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本地消息方面 受到来自阿拉斯加的冷风影响 湾区从昨天开始气温就明显下降 与其这个周末天气会变得湿冷 另一方面 北加州泰浩湖附近 Sierra山区的多个滑雪场 将会从今天起陆续开放 昨天湾区在阿拉斯加冷风影响之下 出现了今年第一场霜冻 部分地区的气温接近同期低温记录 这股冷风气流将使得湾区 大部分地区从今晚开始下雨 未来几天也将持续50度左右的低温 而冷风也为北加州Sierra山区带来了降雪 太浩湖多个滑雪场 昨天的气温下降到21度 加上原先就已经铺设的人造雪 使得大部分滑雪场 在这个周末都可以陆续的开放 其中Borough滑雪场和Mount Rose滑雪场 今天就已经开放 Heavening和Nordstar滑雪场则将于23号感恩节前一天开放 至于Score Valley和Kirkwood滑雪场 则还在加紧造雪并且整理场地当中 还没有宣布开放的日期 美国汽车协会Triple A表示 从下周三23号到27号周日 全美国将会有4870万人出游 这是自2007年以来最大的感恩节出游人潮 天气预报显示 感恩节当天湾区将会是阴天 但应该不会下雨 不过由于一股新的暴风雨将在本周日晚上抵达太平洋沿岸 5号公路的沿线将会降雨 因此有意开车南下的观众朋友要多加留意 职邦大联盟公布了年度最有价值球员MVP 由美国联邦洛杉矶天使队的强达Mike Trout获得 国家联盟得主则是芝加哥小熊队的三雷手Chris Bryant 芝加哥小熊队的强达Chris Bryant现年24岁 在大联盟生涯第二年搅出39支全力打102分打点 同时内外也坚守全方位的表现成为小熊队今年夺冠的关键人物 他也是大联盟史上少见的先得新人奖 隔年就拿下MVP的球员 美国棒球作家协会从1931年起参与票选年度MVP 今年Chris Bryant在30张第一名的选票当中拿到了29张 洛杉矶天使队本季的表现不佳 在美国联盟西区名列第四 但Mike Trout个人却有突出的表现 本季打击率高达3成15 29支全力打100分打点 以及30次倒壘成功 在天使队的得分当中 有17%是来自于Trout的贡献 Mike Trout也曾经在2014年荣获MVP 而在过去四个球季当中 他有三次都是名列MVP票选的第二名 女子职业高球LPGA CME Group Tour Championship 巡回锦标赛 旅游奥运拿下铜牌的中国选手冯珊珊 在佛罗里达的Tiberon Golf Club站的赛事当中 集出了低于标准感6感的66感 一举攻占了CME Group Tour Championship领先榜的宝座 有机会在季末写下三连胜的壮举 并且逆转百万美元的Race to the CME Globe 全球追逐战 最后看到的是职业网球ATP年中赛 未免冠军宝座 目前战时世界排名第二的乔科维奇 面对替补Galmopheles出战的David Goffin 只花了一小时又九分钟 就以6比1 6比2获胜 取得小组赛三战全胜的佳击 并且拿下了600个积分 只要在总决赛夺冠 他就能够夺回年中世界第一的王座 乔科维奇已经五度获得年中赛冠军 只要再赢一座冠军 就可以追凭瑞士球王费德勒保持的六冠记录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也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